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还有一个最值得称赞的特点 那就是在升空之后可以和天空环境作为一体 变成全透明 这样神奇的伪装术 可以使它能够真正实现来无影去无踪 而实际上伪装一直是战争中最重要的环节 通常关系到战争的成败 为此怎样进行伪装 用何种方法伪装 就成了部队训练的重中之重 2015年5月29号 媒体公布了一则日本自卫队训练的视频 视频当中显示 一辆果满稻草的战车正在训练场中高速行驶 演员是一条巨型的毛毛虫 那么这条毛毛虫到底有怎样特殊的用途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战争环境 目前的伪装术 究竟能否达到好莱坞大片当中那种神乎其神的水平呢 就先关话题 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2015年5月29日 在日本自卫队的一处训练场上硝烟弥漫 自卫队士兵正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训练 突然 一辆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战车闯住了人们的视线 这辆自卫队战车车身泊满了稻草 已经无法看清原先战车的轮廓 但它仍在高速行驶 好像一条巨型的毛毛虫 几秒钟之后 这辆造型怪异的战车突然停了下 随即 从战车内部钻出几名头戴树枝伪装的自卫队士兵 他们迅速向指定地点跑去 到达之后 立刻握倒射击 而卸下官兵的战车 仍然继续飞快地行驶 此时人们才意识到 这些包括稻草的战车和官兵 正在进行伪装训练 事后有媒体指出 按照伪装规则 伪装后的战车应该禁止运动原地引力 以防止敌人的发现 然而 这辆自卫队战车 虽然披着厚厚的稻草伪装 却在光秃秃的训练场中快速行驶 丝毫没有显露出一点点伪装的意味 更令人不解的是 这辆经过伪装处理的战车 并没有参与作战科目 而是执行投送任务 这在实战中 很可能导致投送任务被暴露 甚至有可能遭受被全歼的厄运 与此同时 也有分析指出 日本自卫队这次伪装训练 出现这样的乌龙事件 一方面 是由于日本自卫队的实战经验不足 缺乏对现代战争伪装的认识 另外一方面 日本自卫队向来崇尚高科技装备的使用 想要打造一支进攻型的部队 这就导致日本自卫队 长时间对于伪装技术过度侵蚀 这也是引发这次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从短片当中看到 日本的战车可以说是上演了一出非常奇葩的表演 整个车身用稻草围住 简直就像是一个毛毛虫 那么日本自卫队这究竟到底是在干什么 我们大可可以做两个方面理解 娱乐一点说 自己跟自己玩一玩 觉得挺有意思的 挺好玩的 因为在日本一直有个传统叫稻草艺术 日本人每年都会去做这样的一些活动 用稻草编织一些东西 比如像中国的龙 动物 一些相关的一些车辆 甚至也做一些坦克这种伪装 他们经常会有这样一个东西 想是这样 那么从专业角度来说 就是到底有没有作用 这种伪装应该说 算是这种光学伪装这个范畴 有点跟迷彩服务是一样的 就是让对方尽可能的少发现一些自己 那么在早期坦克作战的过程当中 没有雷达的时候 你眼睛看 这种效果应该还是有一些的 你知道二战时期 威特曼当时就利用了这种方式 就是很隐蔽的 自己把自己巧妙的伪装起来 去袭击对方的一个车队 当时他击毁了对方的25辆坦克 28辆转甲车 所以这个战术是有的 但放在今天这种伪装 那可能更多的说 还是一种自娱自乐这种样式了 现在的伪装技术经过 别说其他的了 就是光学这个领域当中的伪装 这个水平远远已经超过这样一个状况 这应该是一种比较原始的 但是又有点这种 算是东方元素文化的 这样一个娱乐平台 娱乐节目 所以说这里面确实有很多娱乐的因素 另外我们说日本自卫队不但是裹住稻草 而且是四处跑 有点草船借鉴的意味 我们就想这种伪装究竟能否达到目的 在战场上的话 最早期的都是在可见光条件下进行侦查 或者简单的说就是牧师侦查 包括改变物体的外观形状等等 或者把自己的原来的一些本来的面目形象等等 用其他的遮蔽物给遮蔽了 那么类似于这样的稻草 其实是处于这种可见光的范围内 第二种是夜视 夜视的话就分微观和红外 微观的话利用非常丁点的 人的肉眼很难察觉的一点 微弱光线的话来给它放大 来判断识别目标 以及红外也属于夜视的范围 那么如果红外也不能解决目标的发现的问题的话 就用雷达 雷达可能探索的距离更软一点等等 那么这些是侦查手段 现在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针对的是一个可见光的目视侦查 那么这种侦查手段或者这种伪装手段在现代战场上到底有没有效呢 带着这些稻草的话 战场到处跑 有没有效呢 个人认为的话有一定的作用 我们不能说因为有了雷达 我们就不需要对自己的伪装了 因为现在的战场是非常复杂的 比如说你有了雷达 对方有电子干扰 你有了红外 对方可以点一把大火 或者是战场的话 出现其他的红外干扰的手段等等 那么有些东西的话 你如果是你的可见光目视侦查的 你的伪装手段的话 做的比较好的话 至少可以延缓它判断识别目标的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可能就会为你赢得战绩 因此自卫的这个做法的话 一定意义上来说带有它的日本的一个传统文化的元素 但是同样我们也不能够忽视它在战场上 这种伪装手段依然它有一定的有效性 尽管如此 我们说以稻草等植物作为伪装大型武器装备的一种方式 确实现在看来有些落后了 而且也有局限性 那么相对于这种原始的伪装术 其实现在世界各国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对于伪装系统的研究 接下来我们去了解一下 2013年初世界3D打印技术产业大会在北京召开 在此次产业大会上3D打印技术再度风靡全球 而这种3D打印技术不仅引起了设计材料和生物等多个领域的革命 还推动了一项新的军事变革 据英国牛津大学的最新消息 他们前不久已经用3D打印机成功打印出了类似生物组织的新型材料 该种材料是一种叫原始稻草伪装更为先进的伪装材料 媒体将其称为超级生物伪装网 这种伪装网可以与环境融为一体 即使肉眼也无法分辨出来 另外 由于它是由生物组织构成 这就意味着它与真实的草坪一样 可以生长 呼吸 具有明显的生命特征 牛津大学技术部指出 现代武器如果配备这种伪装网 不仅能够无视地面雷达的存在 还能够躲避敌方的侦察卫星 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消失 不过 这种新概念伪装网刚已推出 便迎来了铺天盖地的质疑声 有分析指出 以往这种3D打印出的枪支 弹药等类似装备 虽然与人工生产的同等装备 外形一模一样 不过经过数次使用之后 科学家发现 这种3D技术打印出的枪支 在射击6次之后 枪身便出现明显的裂痕 这就意味着 凭借3D打印技术所诞生出来的产品 尽管外形几乎可以以假论真 但是材质上却并不过关 而伪装网这种直接裸露在外的装备 能否经得住恶劣环境的考验 恐怕还有待观察 我们看到通过3D打印技术而产生的超级生物伪装网 虽然非常先进 但是有媒体说 其实它并不如传统的伪装技术 原因是它并不适应恶劣的战场环境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可能短期看是这样 但是长远角度来说 它一定比现在的人工网要好 力学汽车的制造 器官的移植 在军品当中 现在3D打印的手枪 3D打印的步枪 包括3D打印的乌印机 包括一些航空用品 就是军机的一些零物件 都可以用3D来打印 虽然3D打印这种 这种人工网 类似于人工网 这种防护网 还是被军师后勤的第二次推动 那么现在有了这种3D打印技术 就比过去还简单了很多 我们可以根据战场的需要 自己勾勒一个图 把一些岩石土壤 一些植物 作为打印的墨水 就可以打印出我们想要的一些房子 或者打印想要的一些资源景观 山也好 或者是土丘也好 现在做的这一块的24小时 差不多能打出200平米左右的二层楼房 应该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那么目前正在做的这项技术 是在过去基础上又往前迈进了一步 因为大家觉得你这些东西打印出来之后 可能随着季节的变化 随着资源背景的变换 你这很容易被人家识别出来 那我们现在怎么弄 我们再往前退一步 我们就打印出来一些 具有生物体结构的这种植物 可以附在墙上 附在我们这些打印出来的这些物品之上 它可以随着季节来变化 到了春天它该涨它涨 到了冬天它该凋零它凋零 这样的话它的伪装效果会更好 所以说从长远角度来说 这技术过程肯定需要有一个 不断发展不断成熟这样一个过程 但从长远来看 未来的战争 3D打印一定会成为一个主导性的技术 另外我们看到有媒体说 未来如果这种超级生物伪装网 一旦服役的话 那么将会使得侦察卫星完全失效 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 陈老师您怎么看 可能对部分类型的侦察卫星的话 会起一定的作用 我们知道侦察卫星有很多种类型 比如说美国在亚太地区 部署了很多的 比如说核武器的监控卫星 比如说有导弹预警卫星 那么对于你这些不管是3D打印的 还是其他类型的伪装的话 这个可能作用就不是很大 再有证查卫星的话 有电子证查卫星 那么电子证查卫星的话 它是工作原理的话 它是一种主动工作的原理 主动工作原理的话 它发射一定的电磁波 通过电磁波的回路 反射等等接收信号来侦察到目标 这种伪装手段的话 对电子侦察卫星的话作用可能有一点 但是作用不是特别大 但是对于大家更多耳熟能详的照相侦察卫星 那么这种侦察卫星的手段的话 它是被动工作原理 那么在对于这一类侦察目标或侦察手段来说的话 类似这样的新一代的侦察手段的话 效果就会更好一点 实际上随着那种侦察手段的不断的提高我们讲 道高一尺 谋高一杖等等 那么总是有相应的对抗手 对方一旦用红外侦察的手段的话 你岂不暴露无遗了吗 因此它一定要组合上其他的伪装手段 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做到逆弊 所以说其实在刚才的谈论当中 我们还会发现一个问题 无论是之前说到的用树枝进行原始的伪装 还是后面的超级生物伪装网 其实都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它都躲不过人眼的细致观察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款能够让大型装备 变得透明的伪装术诞生了 接下来我们去了解一下 2014年6月15日 第12届欧洲国际防务展在法国巴黎近郊举行 展会期间 一项名为变色龙伪装的新技术 引起了各国参观者的极大兴趣 据了解 该技术由法国军方提供 其伪装效果与大自然中变色龙的伪装方式非常接近 有了它的帮助 只需轻松按一下按键 坦克 战车等大型装备 就能躲避敌方的夜视镜 以及热能侦测设备的探测 而在敌方的红外探测屏幕上 只能看到一辆小汽车或者一团空气 从而扰乱对方的判断 法国军方提供的资料还指出 这种变色龙伪装术 未来将直接装备至陆军 从而使机械化部队具备随时隐身的特殊能力 不过 随着该款伪装技术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法国军方也终于承认该技术并不成熟 原因是 一般的重型装备在开动的时候 都会伴随有浓烈的烟尘 以及剧烈的噪音 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办法解决 这就意味着 即使对方的雷达什么都探测不到 这些噪音也会将机械化部队暴露不已 因此 想要在对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濒临城下 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相比之下 法国军方的另外一款投影伪装技术 则显得更加科幻 该技术就像电影《谍中谍4》中 汤姆·克鲁斯那样 拥有一块神奇的屏幕 它可以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尽管躲在敌方的眼皮底下 仍然可以不被发现 如果该技术一旦投入使用 那么重型装甲部队 便可以躲在屏幕后方调兵潜降 但是对于敌方而言 他们什么都看不到 我们看到有媒体说 对于这种变色仿生技术 虽然说非常先进 那么它是通过对于改变大型装备的 红外信号从而实现伪装 但是它对噪音没办法改变 仍然会暴露目标 对于这样的说法 您怎么看 在战场上 未来战场上的作用 肯定是非常明显的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 实际上降噪 就是降低噪音的手段 也在不断地提高 不管是路上的装备也好 还是水下的潜艇也好 在这个领域当中 都做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现在很多的潜艇也好 或者陆地坦克也好 装甲车也好 才用电动发动机 电源发动机 就是这样 尽可能地把它噪音会压得很低 另外一些 还有包括潜艇 还有一些销声瓦 把这种机械噪音 尽可能地降低到 比较低的这种程度 我们让它拐弯 按它被反射出去 这样的话 就对方能收到我声波 或者是光波这些设备 收不到它过去 可以收到的声波和光波 那就是说我的噪音 肯定就会降下来 那么现在西方 在这个领域当中 走的是比较快 但我觉得可能去了 机械降噪之外 这个应该是下一步 降低噪音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同时短片当中 提到的另外一种伪装术 就是投影仿生技术 那么我们说这种技术 它其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需要一块屏幕进行投影 但是在实际作战当中 如果说5G装备 总是携带这么大一块屏幕的话 它的实用性究竟有多大 肯定实用性非常的差 这个技术的话 我觉得它有一定的可用性 但是这种可用性是要基于一个前提 就是静态 但是我们想未来的战场是什么 战场有两个问题 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一个 情况瞬息万变 所有的人员装备 车辆 飞机全都是在动态过程中间 那么在动态的过程中间意味着观察者 它的视角是不同的 可能这会儿它是在地面 以45度角的时候往这个方向看 一会儿的话 空中一个飞行器的话 它的观察角度的话 是空中往这个角度看 那么如果你要想达到欺骗对方的目标的话 那你得带多少块屏幕 你得在这块屏幕上呈现出多个角度的 多少个角度的东西 然后这个屏幕上所呈现出来的背后的场景 还得是动态的 因为你不可能后面一块树林就永远是树林 对吧 你的目标既然是移动的 因此采用这种技术来隐藏或者是伪装一个静态的目标 这有一定的实战性 但是真正的如果说一辆坦克 一辆装甲车或者是其他的 你要在场上实行动态的伪装的话 这个技术可能就用不上了 所以我们说在战场上伪装术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无论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原始的伪装术 还是变色也好 投影也好 其实诸多的伪装术的核心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保护士兵的生命力 在未来战争中 大型装备的伪装技术很可能关乎整个战局的成败 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 所有的伪装技术的核心 都是为了保障人员的有生力量 因此一款可以使人员隐身的伪装服就此诞生了 美军新型伪装服闪亮登场 号称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 华丽噱头背后又有哪些真假虚实 我穿了黄大衣你打的我也没事 我穿的这个可能就是说黄子变打不着我 安全系数不高 对啊 眼镜蛇部队隐身衣高调亮相 引发外界众部质疑 层层争议中到底暗藏何种玄机 那么这个将是整个军事斗争或战场上的一个革命性的图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自卫队训练场硝烟弥漫 奇葩毛茂城高调现身 另类伪装究竟是技术创新还是在自娱自乐 去袭击对方的一个车队 当时他击毁了对方的25辆坦克28辆车车 三地打印席卷全球 引发重大军事革命 未来战场武器或将具有生命特征 我们讲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等等 那么总是有相应的对抗手段 神秘隐身符高调曝光 侦查手段将全部失效 终极隐身衣到底将承担何种使命 12.7这种枪或者是30毫米左右的这种炮弹的碎片 反正是他基本的没事 沙场推出神鬼莫测的战场隐身术 正在播出 2014年1月 美国官方的一则消息 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 消息中称 美军将推出一款被称为火机服的伪装服 这款伪装服可以将士兵体内的热量散布到低温空中 从而使雷达的探测距离减少一半 不过立刻有媒体对此消息提出了质疑 据媒体报道说 虎机服并非像宣传的那样完美 如果一旦外界气温升高 火机服就会失效 甚至还会威胁到士兵的生命 据美国媒体报道 在2009年之后的几次反恐战争中 美军发现他们所面对的反美武装并非不堪一击 这些反美武装甚至拥有美军现役的夜战设备 这让一直以来依靠夜战传感器作战的美军几乎完全丧失了优势 经调查发现 这些美军的夜战传感器等高新单兵武器 大量出现在军火黑市上 甚至通过网络便可以轻松满到 因此美军急需一款全新的伪装服 而几年之后 能够满足这一需求的新型伪装服终于诞生了 2014年4月1日 美国军货商研发成功了一款 名为火机服的多光谱伪装服 这种伪装服可以躲避红外和热传感器探测 不仅如此 火机服目前已经少量装备美军部队 并且正在所有条件下进行测试 预计未来五年之内 美军很有可能大规模列装该伪装服 使美军在与其他外军作战时 拥有绝对的战争主动权 但也有分析指出 美军的这款火机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透明服 而是向低温的环境中分散人体热量来达到伪装的目的 这就意味着 在伊拉克 阿富汗等炎热国家和地区 一旦外界气温高于人体温度 火机服就会因为无法散发热量而使热量聚集 反而加大了红外信号 很有可能使士兵成为热量球 不但起不到隐身的效果 而且很有可能导致士兵在夜战中成为火把子 此外 也有传言称 这种火机服的单价高达3000美元 这个价格可以买两件美军的防弹衣 同时 在对美军士兵的采访中也得到了类似的回答 如果让美军士兵自己来选择的话 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防弹衣 而不是伪装服 我们看到虽然说这种火机服在美国已经少量的服役了 但是也有媒体认为说如果在外界的气温大于人体的体温的时候 这种火机服完全有可能让士兵成为火把子 那么媒体的这种说法依据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说说火机服的工作原理 实际上他是想通过减少人体的红外信号特征来降低对方 来通过红外成像等原理来探测 以及发现你的这么一个概率 这是他一个基本目标 至于他这个火机服是怎么样降低他的红外特征的话 无外乎就是让你的身体原来的温度更低一点 那么现在媒体所报道的真话是相反 如果外面的温度高于 就是如果你处在一个热带沙漠的地带的话 可能外面的话气温非常的火热 可能达到气温达到40度 那么我们知道人体体表的温度是37度 那么37度40度的话 实际上你的温度是低于气温的 实际上你的红外特征是更加不明显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你反倒是不容易被对方发现 问题是出在可能媒体认为他的工作原理的话 会反向让外面的热量传导到身体 那么这个时候视频可能感到更热 但是问题是在那么炎热的状态下 是没有必要穿着这样的服装的 也就是说我们就跟我们部队作战一样 你跑到寒带作战的时候 我们的迷彩服是寒带的迷彩服 我们跑到热带的话 是坐军服的话 是热带的坐军服 既然是跑到一个气温如此炎热的地带的话 你肯定没有必要再穿着火机服这样 降低你这样的功能的这么一个服装 所以说实际上火机服它的作用是为了降低你的红外特征 来减少被对方发现的概率 而不是说让你跑到炎热的状态可以感到更加的凉快 当然这是一个副作用而已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价钱的问题 那么其实媒体也说了 说你一架火机服它的单价大概是3000美元 也就是1万到2万人民币这样的一个价格 那么对于很多的美军士兵来说 其实他更愿意选择防弹衣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首先我想钱不是问题 不到3000美元 如果是批量投入生产的话 估计价格还要降低 对美国军队的这种经费保障来说 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我想最核心的问题还是什么 可能还是一个心理问题 我穿了防弹衣 你打的我也没事 我穿的这个可能就是说防止别人打不着我 安全系数不高 对 这就差了很多了 就是我穿了防弹衣 你随便打 你打了我也没事 现在一般的防弹衣像小口径的步枪 基本上能抵挡 当然不能是太近距离也肯定是不行了 一定距离上的小口径的步枪打在身上没事 然后大口径的一些机枪 比如12.7这种枪 或者是30毫米左右的这种炮弹的碎片 打在身上基本上没事 所以他心理上就感觉他非常的安全 我穿在身上了 他看得见我 看不见我 他打的我都没事 我死不了 我能活下来 这个玩意我穿在身上 他可能看不见我 他还是看见他打了我一下 所以说还是一个心理智能 还是一个安全感 这种作用在里面 所以我们可能从这个角度更好 我们更好的理解 因为美国士兵的这种新技术 多多少少 还有一点抵触的情绪 看来这种火机服 一方面在美军当中不受待见 另一方面也确实不能达到 完全的隐身伪装的目的 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 这个伪装服 它确实可以让人眼失效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去看一下 电影《特种部队》 是眼镜蛇的崛起中 红发女的隐身斗篷 可谓是各国军队梦寐以求的高级装备 影片中 红发女为了保护超级武器 不被人夺走 启动了腰带上的按钮 瞬间变成了透明的空气 从而利挫敌人 实际上 一款能够达到电影中效果的 隐身斗篷 已经研制成功 2012年12月12日 美国和加拿大 联合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 声明中显示 两国已经合作 研制出了一款 新型的电子伪装服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隐身斗篷 相比之前的同类产品而言 这款电子隐身斗篷的 隐身效果更好 甚至可以达到 电影中的效果 就算是人眼贴近观看 也无法发现 此外 据官方报道称 这种隐身斗篷伪装服 可以适应任何环境 任何温度 预计将在数年之后 大批量装备部队 使美军一直以来 装备透明隐身衣的愿望 成为现实 不过 也有知情人透露 这种所谓的隐身斗篷的 最大诟病 就是它的电池 如果为每个美军士兵 都配备一件 这样的隐身斗篷 同时 要保持一天的使用时间 那么经过计算 除去士兵们 所携带的其他物品 单单电池的重量 就会超过一个士兵最大的携带重量 这将会给士兵作战 带来极大不变 甚至很有可能适得其反 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声称的 这种叫做变色龙的伪装服 完全就像是哈利波特 那个斗篷一样 它可以适应任何环境 任何温度 但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究竟靠谱吗 我觉得从技术的角度来说 完全有可能 只要你的政府 以及相应的科研部门的话 集中力量 专心致志 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话 但问题是这种变色龙技术的话 有这么几个问题 现在要解决的话 第一个 如何解决静态到动态的问题 你知道狙击手 基本上是一趴边那一待 要待好长时间不动的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 变色龙的技术的话 来通过一个自适应的技术 让它自己身上的斗篷 或者是其他的衣料 能够跟边上的物体的色彩 完全融合一致来达到隐藏的效果 这个是有可能实现的 但是在战场上 如果狙击手站起身来 并且移动快速的奔跑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自适应的手段的话 能够在短时间内 就跟我们的电视画面一样 能够快速的闪动 那么也就是说 你根本就看不到背景的变化 那么这个技术就跟它处在一个禁止状态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此我想 这个技术要真正未来走向战场 走向实用化 核心的突破的瓶颈 还是如何解决一个 由静态到动态的变化 如果一旦动态的问题解决的话 那么这个将是整个军事斗争 或战场上的一个革命性的突破 所以说还要解决一个机动性的问题 另外说到这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 也有媒体说 其实这种所谓的变色龙伪装服 它也有自己的问题 虽然说它非常先进 但是它所携带的电池 反而会成为士兵的负担 那么对于这样的说法 您怎么看 现在确实是这样 所以说电子设备的不断使用 战士上的战场 需要带的很大的一部分东西 就是电池 当年在阿富汗战场上的时候 一个大兵 美国大兵在阿富汗 带72个小时 他要完成72个小时 赋予他的任务的话 他需要带多少块电池 70块电池 相当于他随身所有携带装备的五分之一 就人的二十是这样的 所以电池的小型化 包括陆战人员的这种电力提供 是未来陆军 不仅仅是美国陆军 是全世界陆军都在研究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目前的方向有两块 一块就是小型化 另外一点就是说 它这个储存能量 储存量会越来越大 现在跟以前两年比 现在的这种 军用的这种电池的储存能量 已经是过去的三倍 但是现在军队对这种电池用户的要求 对他的要求的提高了二十倍 所以他的反差还是非常大 在这个领域当中 不管是咱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特别就单兵作战装备的 这种电池能力的提供 一直是面临一个迫切需要解决这么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种这种高科技的伪装术 确实性能非常先进 但它同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价格非常的昂贵 那到底有没有物美价廉的伪装术呢 接下来我们去了解一下 除了美国等发达国家 所研制的高科技隐身服之外 世界上还有一种隐身服 与高价的隐身服相比 它们明显处于劣势 但是使用的国家显然并不这样看 在他们手中 这些廉价的伪装服 依然会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伊朗阅兵士惊陷黑白伪装 奇特造型暗藏特殊能力 神秘的黑白部队 到底承担着怎样艰巨的任务 如果他一旦要跟更强大的作战对手 想抗衡的时候 特种作战也是他非常看重的一种手段 天价伪装网高调亮相 号称可以伪装整个城市 惊人实力的背后 又暗藏哪些玄机 当时是为了担心 怕日本人那些轻炸的 所以花了很多心事来做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自卫队训练场硝烟弥漫 奇葩毛茂城 高调现身 另类伪装 究竟是基础创新 还是在自娱自乐 去袭击对方的一个车队 当时他击毁了对方的25辆坦克 28辆专家车 3D打印席卷全球 引发重大军事革命 未来战场武器 或将具有生命特征 我们讲 倒高一尺 谋高一丈等等 那么总是有相应的对抗手段 神秘隐身符高调曝光 侦查手段将全部失效 终极隐身衣 到底将承担何种使命 这12.7这种枪 或者是30毫米组 这种炮弹的碎片 反正是他基本上的事 12场推出 神轨莫测的战场引伸术 正在播出 现代战场所面临的环境日趋复杂 具备有先进技术水平的伪装术 已经成为了各国研究的主要方向 尽管如此 还是有一些相对廉价的伪装术 仍然活跃在各个军队当中 并且无论在功能还是外表方面都独具一格 不过可不要小看各国这些廉价的伪装术 它们有时会起到出人意料的作用 2010年4月18日 在伊朗盛大的建军节阅兵室上 伊朗虽然展示了射程足以覆盖整个中东地区的地对地导弹等众多最新型装备 但是外界关注的却集中在两支造型另类的方阵上面 走在前面的一个方队 所有士兵穿着全白色的服装 全身只露出一双眼睛 而紧接着一队士兵却满身黑色 虽然整体服饰与白色方队一致 但巨大的色彩反差 使得外界对这两种不同着装的部队议论纷纷 据伊朗官方所公布的资料来看 这两个伊朗方队身穿的黑白两色服装 为伊朗最新装备部队的伪装服 而伪装部队的人员都是从伊朗军队中挑选出的精英 因此媒体为他们命名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黑一白双上 但是又分析指出 这两种伪装服看似十分英姿撒爽 但是在实战的角度来看 只有两色的伪装服未免过于极端 B型部队不仅仅是在雪地中或是黑夜中作战 此外 在复杂环境下的现代战争中 纯色的伪装服的使用区域已经大为缩小 甚至正在逐步淘汰 这一点从目前各国都普遍采用的多色块迷彩服装就可以看出 另外 也有消息指出 伊朗这次在阅兵式上亮相的伪装部队 很可能是宣传为主 实用为服 如同前段时间 伊朗高调公布的第五代隐身机F313一样 虽然造型如同外形战机 但真实性能完全不具备五代机的任何特点 因此 这次伊朗阅兵式高调亮相的黑白伪装部队 很可能仅仅是一支象征性的作战力量 并非是真正的作战部队 我们看到在伊朗的部队当中有一款伪装服 它是纯黑色的 媒体的形象把它称为叫做黑衣人 按照我们的理解 这种黑衣人应该说是在夜间使用的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是肯定用在夜间 实际上我们想想一下小说或者过去的文学里头 我们说一个刺客总是在夜间行动 那么夜间行动的刺客肯定是一生夜行服 夜行服的话 在我们的文学作品武侠小说里面都是黑色的 甚至是不要说衣服是黑色 包括把脑袋也得全都包起来 只漏一双眼睛 因此这种黑色的话 它可以跟黑暗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让它显得更加的隐蔽 那么现在作战的话 尤其如果你要随行特种作战的话 一定是最好采用一些伪装 那么如果你特种部队要随行夜间的特种作战任务的话 如果你一身黑衣服的话 也可以起到更好的隐蔽的作用 对于伊朗来说的话 它实际上现在是更注重一些特种作战 我们知道在海上 它知道自己的海军力量的话 无法跟它主要作战对手 比如美国海军的话相提并论的 因此它大力发展的是比如说小艇这种特种作战的战术 那么在陆地的话 如果它一旦要跟更强大的作战对手向抗衡的时候 特种作战也是它非常看重的一种手段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夜间的随行任务的话 如果穿一身黑衣服的话 那么无疑能够提高它作战行动的隐蔽性 我们说在伊朗的军队当中 夜间有黑衣人 同时针对白天他们还有一个白色的伪装服务 但是我们看到也有媒体评论说你这样的服装其实有点过于极端了黑色和白色 那么同时他们这样的一个服装的设施其实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对于这样的说法 我们怎么去看这样一个行为 在这种阅兵式上出现过多这样宣扬的话 你不觉得很拉风吗 是吧 这样很吸引眼球 但就都在使用上来说 我们称这个科学的原理来说 它应该叫视觉伪装 因为我们要看一个东西 对一个物体的判断 主要是看它的轮廓 那么我不想按它看见我的话 那我怎么让我的轮廓变得更模糊一点 所以像这种在黑夜 刚才陈老师说的 风高夜黑的夜晚 黑夜人出去 那么主要就不想让对方看清楚 那么在雪地服务也同样是这样一个效果 在特定的作战环境当中 它肯定取得一个很好的效果 当然你要是反过来用 那就肯定就出问题了 所以这里面还是考虑到一个 对视觉隐身通过服装这种样式 通过模糊它的外形 模糊它的外壳 对对方进行一个干扰 对视觉判断做一个干扰 实际上迷彩服就是这个原理 就像这个可能比迷彩服 是单摄迷彩服 迷彩服只不过色块不一样 色块很多 深浅不一样 调的宽有窄 只不过它就只是一个设定而已 是一种单摄的迷彩服 基本的用的原理都是一样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种伪装服 可以说它们是各具特色 各有优点 同时也各有缺陷 但是比起来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款伪装服 前面说到的这些可谓是小屋见大屋 据最新消息称 美军已经向军火商萨博集团 继续追加了总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军购订单 但是这次购买的装备 既不是先进飞机 也不是远程导弹 而是一种被称作超清型伪装网系统的新概念装备 据了解 这种超清型伪装网系统 共分为丛林和沙漠两种型号 并且由于使用地区的不同 每一种伪装网的形状也有一定的区别 按照美军提供的资料显示 这种超清型伪装网系统 可以遮挡热量追踪仪 红外探测和各种波段雷达信号的侦测 从而有效提高大型车辆和野战攻势的生存能力 此外 这种伪装网最大亮点就是 能够互相连接 拼合 这就意味着 拼合之后 伪装网的覆盖面积将成倍数的提高 此消息刚一传出 便立刻引来了媒体的高度关注 其中 有媒体做出了一项大胆的推测 如果可以将上百块的这种超清型伪装网连接起来 很可能 在战争中将整个工厂 甚至整个城市伪装起来 可以进一步降低战争中的各种损失 举资料显示 在现代战争中 对于大型工厂和对重要军工城市的打击 已经逐渐上升至关键的环节 那么 如何在战争中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些重要的设施人员 就成为了各国的一大难题 为此 各国均尝试了各种不同的伪装方法 比如在大型工厂上 图上不同的图案 或者是在屋顶上 种植各种不同的植物 但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 这些措施的实际使用效果 均收效甚微 如果美国的这种超清型伪装网系统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 这将是伪装技术的 又一大突破 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款伪装服之所以说它非常的厉害 美军甚至称称如果将这种超清型的伪装网多连接几块的话 完全可以覆盖工厂 甚至是广阔的区域 那么这样的一种说法有道理吗 理论上我们想象的应该是完全是可以的 只是你看我一块小一点的网 我可能覆盖的面积有限 我覆盖一块坦克或者一个房子某一个指挥中心 那么当我这个面积覆盖 我这个网的面积足够大的话 那么我被覆盖的物体的面积当然就可以更大 所以趁这个原理上来说 或者基本的作战思路上来说 这个应该是人类作战的很长远延续下来的一个想法 在一战时期我们对一些设备进行伪装 包括到二战时期对一些大型设备的伪装 你比如说像玻璃工厂 那当时是花了很多心思请了很多的道具人员 那把盖起来电影人员都请来了 做了很多的道具 做了很多的甲房子 做了很多的这种甲树 外面一看 有一个就是个居民区 从天空来观察这个居民区 他当时是为了担心 怕日本人来去轰炸它 所以花了很多心事来做 只不过我们现在用来伪装的这种伪装网的设备会不一样 我们可能不需要有过多这种 荣物装制造这种道具来做 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 我可以完全用3D去打印 为这种更好的生物网来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就像当年苏联人也做过 克里蒙宁宫做了一个很好的伪装 怕德伯恩去轰炸它 最后做的效果非常好 近乎是看不出来 过去原有供电的模样 所以在这一块 人类的智慧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赞叹的 所以可能需要假以时日 因为从技术推荐来说 不管是3D打印也好 还是在伪装领域的这种技术牵引也好 目前来看需求都不是太大 现在更多的还是做一些技术的积累 的确 刚才我们一直都是说对于大型装备进行伪装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在战争当中 如果有对于大型的区域 广阔的区域进行伪装的话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超清型伪装网 还没有其他的办法 从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里面 首先大家能想到的 人员是需要伪装的 那么此外的话 有一些大型的设施 工厂也可能需要伪装 比如说在过去的战争期间 尤其二战期间 无论是德国人还是美国人 德国人在这方面下了更大的功夫 因为盟军对他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战略轰炸 因此他想了很多的办法 怎么样能够对这些工厂的大型的目标 一大片区域来进行伪装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有小型的目标 也有大型的目标 或大型的区域需要伪装 这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 那么现代战争里面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大型的一大片区域需不需要伪装 如果说过去的话 像二战这样的大规模的举国迎敌的全面战争 概率越来越小的情况下 像这些目标的话 实际上和平时期都已经定位 就是比如说我们假设某一座汽车厂 汽上和平时期就已经在那 战士可能转换成坦克生产工厂 但是对方依然通过和平时期 或平时的侦察积累的话 能够非常好的定位 就比较二战时间的话 我们知道盟军的飞机都知道 德国的重要的工厂在哪 那么我们也没办法隐蔽了 也没办法转移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放烟幕 我来干扰你 让你无法对我进行有效攻击 实际上这也是现代的对有效的对抗手段之一 那么因此现代的战争中间 我想对大型目标怎么样实施有效的掩护 实际上是伪装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不能够简单的把对个体目标 比如说有声目标 以及小型的重要装备掩护的手段 或者是伪装的手段 照搬照抄 说把它拼接的更大一点 是不是就能把工厂给照起来 这个思路我觉得不能这么严惯下去 而要采用一种新的思路 来提高有效的对抗手段 这才是战场上的取胜之道 今年来伪装与侦察的斗法愈演愈烈 毛雨顿的较量此消彼长 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 众多高科技侦察技术普遍拥有着穿云破雾的强大本领 与此同时各种性能先进的伪装技术也逐渐稳墨登场 虽然各国都在大力发展各自的新型伪装技术 但是目前世界上并没有任何一款真正意义上的隐身伪装服投入实用 因此未来装备类似于好莱坞大片中那样的透明伪装服 可能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骁龙出口在即却遭支点逆袭 埃及的军构之路为何突现急转弯 米格技术曾遭埃及泄露 面对新一轮的军事采购 俄罗斯为何能够不计前嫌 作为一生的死敌 米格29与F16能否在埃及握手联合 左手阵锋收入囊中 右手支点跃跃欲试 豪质千金的埃及是否真的不差钱 下期沙场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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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F16能否则